各位跟著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吳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個有趣的話題 是關於君歌的 沒有聽錯 君歌 那個在台灣當過拼的男生 大概都會記得幾首君歌吧 我曾經也講過君歌不是用唱的 君歌是用喊的 而且君歌有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君歌都是在行進間 行進間或原地踏步 或者甚至於跑步的時候都可以唱君歌 所以他是用喊的 他必須有那個很輕重 分得很清楚左腳右腳 你看 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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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你只是加快節奏而已 他還是咚大咚大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這樣來的 那如果說是整個隊伍是很慢速的前進的時候 而且並不是在沒有人看的時候 那個鼓的伴奏只有一個中鼓用 咚咚咚咚咚咚咚 而且是兩步一下 兩步一下 但是平常都是一步一下一下 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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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節奏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說是他這樣一步兩步 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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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加花 很簡單 就是為了要免得單調而已 那甚至可以加更多花 但是總的基本的就是左腳右腳 scholars 一二一一二一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这个大家大概玩过军乐的 那个年轻的朋友们 大家都都很熟悉嘛 美国这个进行曲之父苏莎 苏莎这个本身的名字很有趣 是把他爸妈的名字拉在一起 然后完成他的美国梦 苏莎本身不是一个军人 他是乐团里面的小提琴手 结果他受委托写那个进行曲的时候 结果这一写就不得了了 美国的海军军歌陆战队那个队歌 空军军歌陆军歌是不是他写的不知道 他一下子写了就变成进行曲之父了 你把他的曲子拿起来 不管是雷神什么拿起来听 基本上你都可以都可以扳音到 他所有的曲子都可以在进行曲 都可以一二一 都可以在行进间演奏 配合的那个节奏 那中国是不是有进行曲呢 中国以前在那个国乐界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刘天华 刘天华是刘半农的弟弟 他那时候改良国乐嘛 他有十大名曲中间有 就有一个光明行 就是 那个那就是 那就是进行曲 他就认为这是进行曲 可是有些人拿那个来跳舞 拿那个婆娑起舞 跳交际舞 这也是 一曲多用吧 那无论如何你都是要 因为他这个是两步的 不是捧恰恰恰恰恰恰 不是这样他是捧恰恰恰恰 你要怎么跳都可以 他就是跟这个走路一样 那我要再讲一下 我最近听为什么会今天讲这个这个军乐的问题 还有军歌的问题 因为我最近几天前我看了一个 我在网络上看到 那个对岸对岸对岸的那个海军他们搞了一个水兵主曲有七个曲子我全部听了 我听完以后我说我给他一个评语就是大陆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打钓重练 完全不行 好像那个严肃这些老一辈作曲家死了之后就就没有人才了 人才有一个很大断层 尤其是那个负责编曲的人压力很大 他讲说这个曲子是大调式的那个曲子是锐调式的那个是什么我听都听不下去 有台湾话讲有句话叫做怂高五辣怂高五辣就是什么很熟悉 但是呢他很有很有劲儿 什么叫怂高五辣很简单嘛 三大纪律八项要求就是怂高五辣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小曲式的啊 哪有哪有哪一个哪个国家的那个进行曲可以呢 啦啦啦啦啦啦还转来转去的那个有没有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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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Challo 但这种曲是没有 但是呢你看唱长现在 从60多年前一直七十年了吧唱到现在 还在唱可能还要继续唱下去 我觉得这个当然作曲我们不能苛责别人 因为他们毕竟是科班出生 但是科班出生就有科旧 他就会被限制住 作曲要符合这个原理 那原理 其实通通不要 像严肃那些人唱歌声音极难听 那些老一辈作曲家 他自己一一啊啊的时候 非常难听 但他曲子写得很好 要让专家来唱 要让那些声乐家来唱 但是我曾经讲过 我说菌歌不能够 专门找那些男高音女高音来唱 那就完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阿兵歌都不是 都不是专业 没有受过声乐训练 他怎么办呢 刚好这边 我们就有几个例子 我先举一个这个例子 大陆同胞大家都知道吧 在军港之夜 这个曲子是军歌里面的奇葩 为什么 他无法在琴定中 他这个是一个催眠曲 就是晚上席登号之后 我们是以前台湾有一个最流行的 有一阵子流行那个 晚安 朋友什么什么玩意儿 那时候曲子以前 以前几乎只要是席登号之前都会放这个曲子 让大家安然入睡 这个曲子就是一个奇葩 那大陆还有一个 十五的月亮 照着家乡照着便宁观 这个歌我在二十多年前 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我每次听到这个歌 我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个歌里面 他充分的把那个所谓的军券 军嫂 尤其是军嫂的心情 写的非常的刻画的非常深 那这个曲子我是觉得也是算是一个奇葩 可是这种不能算是军歌 他只能叫做军嫂歌吧 或是军券 军券的歌 刚刚那个军港之夜 也不能算是正式的军歌 只能讲说是一个 催眠曲吧 那这些曲子里面 通通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 刚刚我为什么要特别要用那个葫芦丝来介绍 因为葫芦丝只有九个音 所有的军歌都应该要把成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就是他全部的音节都在这九个音里面用完 不可以再让他再加什么其他的更高的音 或怎么样 这样子才能适合阿兵歌的使用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突然看到 那个水冰图曲 我一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人才有断层 好听的歌就越来越少了 那同样的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有很多雄壮威武的歌 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在 我在提醒各位 台湾的朋友们 大家很 以前有一个电影 中央电影公司演的叫做黄埔军魂 里面有一首曲子 是一个鬼才作曲家写的 然后那个词是一个 也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华侨写的 两个人名字我都 我都不讲 因为他们还都健在 这曲子当时一出来之后 这个 陆军官校的学生很喜欢唱 我们亲爱你 很雄壮威武 不管是演奏或什么都非常好听 可是后来 经过人家这个韩国华侨的简体说 这个根本就是南韩的陆军军官学校的 军歌 校歌 这就让人大使文超公一个 创作的这样子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这个 像这种军教片尽量不要拍 我看到两岸拍的军教片 就让我做偶 为什么 真正的军礼生活不是那样的 而且主持那个军礼节目的人 我要请你找一个男的 是有肌肉的 女的也是有肌肉的 然后穿的就是真正的操作服 不要穿的那个漂漂亮亮的 像那个文工团似的 那样子让人觉得说 当兵就是在那边 都是细致 那不是真实的这个状况 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些真的发白的 发白的那种 泛白的那种操作服 或者是有点破烂的 那才是真正的实况嘛 他才有操演嘛 那如果说你找了那个华府美这个重装的 那有什么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这是指的这个 不管是哪里啊 只要是在军事的节目里 不管举光日或者是大陆的什么什么 那个军事新闻什么 我每次看他那些节目的时候 我一看他讲那个战役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讲的好像是 在讲那个演艺小说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 我就想要拖他口水 为什么 所有的战争都是血 泪 汗 伤 缠 造成这些后果 那哪里是你那样子 像一个脱口秀一样这样讲的 嘉宾不祥 但是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 这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在操练的时候 流汗 流血 流泪的时候 大家也愿意付出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刚刚不要脱离主题 就是金歌 它是激励人心的 我刚讲说 那个不好的金歌 就是打掉重练 不然听了一遍 就觉得不舒服 全身起鸡皮疙瘩 其实我看了那个金歌 他是在大量推广阶段 很简单 海政歌舞团团长叫做 叫做那个什么 我一下想起来 那还有不管是他还是彭丽媛都没唱 这些大咖的人都没唱 很简单 他们一定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觉得这个曲子不行 不行就打掉重练嘛 甚至于对整个广大人民群众去公开召开 这请那个有奖 有奖那个争取嘛 就像台湾以前那个金曲奖一样的 公开争取 你就会出现那个 千金买马骨 你就会出现好的曲子 我觉得这个 音乐这东西不能这样子胡弄自己 胡弄不了人 只能胡弄自己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君歌 君乐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感触 谢谢各位